这个download部分的话题也非常简单嘛 第一个就是把这三个东西先堆立 第一个应该没有 DK应该大家都有在Eclipse 那Eclipse的部分的话特别注意就 Eclipse.org 然后找一下哪个版本 你把它downloadEclipse 那版本的话请注意一下 就是要找一个这个第一个 这一个Eclipse ID for Java 1E的 这个Develop找这一个 那如果你是32 你就装32 你64就装64 第一个就把这个装起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Toncat 那这个download下来之后 第二个就是Toncat 那Toncat的网址 或者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寻一下 有一个Toncat 叫 Toncat Toncat Toncat里面的话它会有一个 download的地方 那现在最新的是 7点多少 7.42 有一个7.42最新的版本 那这边7.42 download一下 7.42 那这边download的时候找到一个 我建议是用这个 建议是用这个 VIP的这个 它也是一个 包装好的版本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跟Android一样 我习惯就是把Toncat 丢在Eclipse里面 因为两个都是可惜的版本 那你带走之后的话 带来带去 反正带一个资料夹 两个东西都带走 那有的人 有的书里面是写 把它放在什么 Workspace里面 可是问题 你Workspace将来 入境会改 所以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 这个Toncat 丢到Eclipse 的墓 墓底下 那以后你把Eclipse 带走的话 比如说你要在别台的地方 也要能够开发 那你就直接 装在随身硬碟上面就好了 或者随身碟上面 你可以马上就可以开发 所以请各位 把这两个环境 先download下来 download下来之后的话 然后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设定 其实非常简单 我这边已经download 这两个 那你就把什么 Eclipse 解出来 这边解到目前 解出来之后 它会有Eclipse 跟墓入 然后我再把Toncat 把它解到哪里 解到Eclipse 根木屋里面 也是一样 解到Eclipse 根木屋里面 那将来在Eclipse 里面就会有一个Toncat 就这么简单 以后的话就可以随时 把它带走 那开起来之后呢 如何把Toncat 跟Eclipse 放在一起 你就设定一下环境 就好 环境设定好之后 就会 马上可以开发 就不需要 脱泥带水 那特别是 我想Java Home 应该都会设定 就是Java的配置 那些 这个一定要设定 如果你Java配置 没设定的话 也会出现问题 在我的电脑 按右键内容 进阶 这边有个环境变数 对 你又一定要先 新增一个Java Home 这边已经有Java Home 我就已经新增好了 Java Home里面 有没有 这个特别注意 就是你要先找到 你Java的版本路径 每个都不一样 有些书上是 0.3.0.4.0.5 都有可能 后面那个1.0.1.7.0 后面的版本 第一个是 你的Java Home的路径 第二个是什么 你在Paste里面 要新增一个Paste里面 新增一下 Paste在这个地方 新增一下 有一个 这个 百分比 然后Java Home 百分比 后面是一个Bin 最后 Bin里面 最后再一个分号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Java 这个Java路径的 那个Bin的部分 设在Paste里面 这个一定要设定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那个TimePaste在 转的时候会多问题 这几个 找不到吗 找不到吗 没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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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随分别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etting部分 第一个 在那个Windows 那个Pripleinness里面 第一个就是 我要把Toncat里面 挂上去 那挂上去路径在这里 这边有个Server Server Server里面有个 Round Time的Environment 就是 它的那个 环境 它的一个Round Time的环境 我要把它Add进来 所以这边的话 大家Add Add一下 就会新增 那这边我已经新增了 所以我用 我用Editor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Add的话 里面本来是没有的 那我要怎么Add 里面有哪些地方 Add之后呢 它会要求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 因为我的路径是 就是Toncat路径 所以你Toncat解出来之后 你要告诉它说 你放在哪里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你的那个Toncat路径 是这样给它 然后呢 再Finish就可以了 另外Equilibus也可以 蛮贴心的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Download 它旁边也有一个按键 就是Download and Install 它可以帮你Download 下来 另外呢 JRE 这个部分的话 我用预设就可以了 因为内建的 我们Windows本身就有JRE Long Time的環境 那主要其实是这个路径而已 其他的话都不要动 尽量建议都不要动 这个 那我们用的版本是 Toncat 7.0的版本 所以第一个把路径 那我讲过就是 这个路径 会随着你 如果将来换到别的电脑上面去 会有改变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只要把 就是 Equilibus那个木木搬过去 搬过去 里面就同样有Toncat 你只要搬一个环境之后 你改变这个路径就可以了 OK Finish一下就好了 那Finish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要怎么Run 其实Toncat 如果你一执行 它就会自动帮你Run 其实我是觉得这设计还非常棒 完全必须需要做其他的设计 Run起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在你们的那个 那个专案浏览器里面呢 会多一个Server 这一个专案的Library 它已经把这个Library 就是Toncat 会需要Run的这些 相关的这个程式库 程式的这个韩式库呢 通通帮我们载进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Toncat 7的一个Environment 这个环境 已经Radio在这里 所以如果说你们的环境 如果是 我确定 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环境 不过基本上观念是一样的 你们的那个 在Ideals里面 应该有一个设定 那个 你们的那个 Wave 12个部分 OK 那在Equilibus 是这样设定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 练习一下 建立一个 动态的 互动式的网页 那这个在Ideals里面 怎么建呢 左建的话呢 在Fire里面 New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是Java11的版本 所以New之后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叫 Dynamic Wave Project 就是动态的网站 那其实动态网站 就是刚刚讲过嘛 相对于静态的 静态是HTML HTML 完全不需要用这种工具 用那个祭祀本 就可以开发 可是呢 互动式网站里面呢 我们要做哪些 第一个 在Project的部分点下去 那这个Project的名称的话 这边呢 我们来给它一个叫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 First 给它叫First 或者你给它一个 我给它一个 ServerLate 那因为我有一个 我就把它取二了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呢 都一样 应该都不用改 它预设的话是 用Toncat 7 然后这个Dynamic版本的话呢 3.0 这个不用改 这些都用D4就可以了 OK 好了 之后的话 在键专案之前 我们先 先 再NASTER一下 那这边也是按NAS 这个都NAS 这个其实按Finish就好了 那底下的话 content 这个Web 这个文章就不用改 按一个Finish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新的 新的一个 这个网站出来的 一个动态的网站 那首先的话 刚刚已经建立好 已经建立好 一个Dynamic 特别注意 我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建立好一个Dynamic Wave Project 对不对 那我们要首先要怎么样建立第一个SERVLATE 建立SERVLATE 的话 其实 我觉得就是说 在JSP里面开发 它就是希望你把 这个开发的观念 跟找你之前学的Java 可以是延续性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开发SERVLATE 特别注意 第一个请各位展开你的那个专案之后的话 然后呢 在这个Java RUNTIE 这个地方 Java resource 展开 也不是有个SRC 其实这个SRC 就跟我们之前设计的方式很类似 你在这边 New 个什么 New 个 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SERVLATE SERVLATE 也就是说 我们New的时候 里面当然有JSP Files 不过JSP Files 的位置不在这 在我们的Java resource里面 你有一个SERVLATE 那SERVLATE 第一个你要制定什么 制定的就是它的Package名称 那Package名称的话 你自己可以取一个 比如说公司的名称叫COM COM开头 它是一个DOMAIN的概念 COM是什么呢 比如说SHOPPING SHOPPING99 类似像这样的名称 那CLASS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给的第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一个HELLOW 或者是HELLOW 等等 所以这边的话 给一个HELLOW 然后再NAS NAS 就是 特别注意 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Package的名称 要改 那Package名称的话 记得是DOMAIN的概念 我想应该都有这个概念 COM 比较大 对不对 点哪一个公司 SHOPPING99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CLASS NAME CLASS NAME 就是说呢 因为我是一个SERVLATE 那SERVLATE 它原来的Source 是点Java compile之后就是什么 点CLASS 对不对 好那再来的话 把它NAS 这边就 你们练习的话 应该 一定一样 有没有东西 有 有吗 对 你跟NU一个SERVLATE 你不要NU加完 OK 那之间 之间什么差别 我想你们自己再比较一下 OK 好那NAS一下 NAS 之后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里面就有什么 URL的MAPPINGS 有没有 URL的MAPPINGS 那所谓MAPPINGS 就是说你的VW 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个V 有没有 我们会有一个CLASS CLASS 它基本上就是Source 就是会产生一个Java档 我们程式起来 那我们的V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MAPPING 这个URL MAPPING 那请各位把这个地方把它EDIT一下 它也叫HELLO 可是我会希望说把它做个区别 我叫HELLO VIEW 那我这边打一个V 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的CLASS 里面的是Source 是Controller 我们是控制的程式码 在Controller里面 那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V 一个V 就是界面的部分 我可以按一个Change OK 所以我把它EDIT一下 这个名称上会改一下 辨识比较方便一些 那其他在NAS一下 它会出现说 你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 要帮你建立 你的一些方法 因为呢 在ServerLater里面呢 它预设就会有这些方法 比如说呢 DoGet DoPost 或者是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 有Get 有Post 所以它在 实作上面 可以实作ServerLater的 Request 跟ServerLater的Response 所以里面的话 我们就让它预设 就是DoGet DoPost 这边把它打勾好了 按Finish 那Finish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Source里面 就会看到有一个是什么 Hello的一个 这个程式 那一打开之后 它已经帮我们实作了两个方法 一个叫DoGet 一个叫DoPost 那这里的话 这一题 我们实作的话 只要实作DoGet 练习 我开一个已经 撰写好的一个ServerLater 给各位看一下 也就是说呢 我在这边的话 原来的程式是在这里 那基本上 我在DoGet下方这边 按Enter之后 程式呢 撰写哪些呢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我撰写完的 在那个DoGet里面 写了这些 等一下会给各位参考 然后呢 我Run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那Run的话 上方有一个 就是Run Hello 比如说Hello 的Java 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Tankay 会被启动 启动之后的话 如果你Run起来 基本上 OK 好 各位可以看到 Run起来 会有个什么呢 Hello 然后后面有个No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传送什么参数呢 传送一个参数的名称 叫Name Name 然后呢 比如说 那我可以怎么做 在上方这边 各位有看到 有没有 这边有个Hello user user.vue 后面的话 我就给他个问号 问号 就是传送参数 参数名称叫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Terry OK 然后按个Enter 这样的话 我就重新传什么 重新传了一个什么 传了一个 这个参数名称是Name 然后内容的话 就是Terry 那传送过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本来是No 对不对 现在变成Terry 这个是Gate的练习 OK 那Gate练习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程式码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太小了 我把它改一下字的大小 这个呢 这个实在是有点 general 然后呢 我们有10座了 有没有 DoGate 对不对 所以DoGate 后面的参数 会自己带过来 那参 这个参数带哪些 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上课讲的 哪个参数呢 HTTP的ServerLate 的Request 对不对 所以从Request 会带一个参数 那参数名称叫Request 第二个是呢 HTTP的什么呢 Response 然后呢 也是这个名称叫Response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DoGate做什么 Request 跟Response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我刚刚不是在参数里面打了什么 Name 对不对 有一个参数里面Name 然后呢 我后面等于什么 等于Terry 那我是不是就是传了一个什么 参数名称叫Terry 那我要怎么get到呢 特别注意 在DoGate里面 DoGate里面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 重点在哪里 它Request传过来之后 会丢给哪一个呢 丢给这个 有没有 这边有叫Request.get parameter 后面有个参数名称叫什么 叫做Name 所以其实特别注意 就是 我从开类端丢过来 会有一个Request 因为开类端有个需求 那需求的话 名称叫做Name 那我就把它丢给什么 丢给Name 对不对 建立一个什么 Street 对不对 然后Street底下 后面的一些是HTML 所以底下的部分是处理HTML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的Name要丢在哪里 丢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我把这个Street 丢在这里 所以最后的话会变什么 Hello 然后Terry 有没有 就秀出来 OK 所以各位试试看 建立一个Serverlet看看 这个是列行Gate的部分 如何从HTML 去Gate 所以其实你这个地方 假如要把它改成 Java 部分的话 这个 因为一般还是用物件的方式 从HTTP 里面的Serverlet 一个Page 里面去找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我把这个程式实作看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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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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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